国际展览局28号举办2030年世博会主办国投票 沙鲁地阿拉伯首都利亚德击败南韩釜山跟意大利罗马 夺下2030年世博会主办权 沙国代表还兴奋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利亚德街头也放烟火庆祝 请出在爱纳斯效力的足球巨星C罗吹票果真奏效 沙鲁地阿拉伯首都利亚德28号以119票的压倒性票数 只花一轮就击败南韩釜山的29票跟意大利罗马的17票 抢下2030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办权 投票结果一揭晓 沙国代表团成员兴奋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雀跃之情异于言表 却凭重选的沙国首都利亚德也放起烟火庆祝 夺下2030世博主办权 也让沙国王族莫罕默德的2030年愿景再添一笔 但人权记录劣迹斑斑的沙国 凭借雄厚财力接连取得国际活动的主办权 也引发不少批评 落败的意大利代表话说得很酸 南韩虽然出动江南大叔跟人气天团BTS等韩星担任宣传大使 仍旧败下阵来 总统尹锡悦亲上火献向人民致歉 尹锡悦表示 申办世博不只是为了釜山的发展 更是要促进全国的区域平衡 政府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无恋者编译